主席各位先进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发现 经济成长率每升高两个百分点 即可降低失业率一个百分点 这样子的一个欧肯法则 能够推算出经济成长率在每上升一个百分点 能够改善失业率的效果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欧肯系数 那么行政院主席处在日前公布 我们国内的欧肯系数在十年来 介于0.1到0.16之间 这样子的系数不但低于欧美的先进国家 那么更低于南韩的0.35 及香港的0.23 那么这样欧肯系数的偏低 显示出我国在经济结构 产业虽然能够创造出可观的GDP 但是却没有能力提供相对的就业市场 如此的结果导致于改善失业率的效果非常有限 进而造成国民所的分配不均 以及贫富差距的问题日益加深 那么在亚洲这个四小龙的国家中 欧肯系数最高的是南韩 虽然也是电子产业的大国 但是产业的结构相当的平均 在今年上半年 今年上半年呢 在这个半导体级面板的这个 占出口的比重呢 是15% 那么电脑加电9% 其他譬如汽车跟石化呢 也占了相当的分量 那么反观我国在同时期 也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度 半导体级面板占出口比重30% 那么加上这个滋通的产品呢 高到40% 那么相较于南韩 我国的产业发展是严重的失衡 本习认为问题出在政府长期以来 对于研发人力及人才培育呢 高度集中在科技产业 那么因此本习要在此赋予 那么我们行政单位 应该要去正视我国产业失衡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这个经济成长 非常的高 可是失业率的解决问题呢 却非常的缓步 那么我们应该积极的去检讨 然后提出呢 改善国家产业的政策 扭转经济发展失衡的危机 谢谢